想要领政府普发的6000块现金 提醒大家 今天身份证尾数是2还有3的民众 可以开始上网登记了 但是如果今天忘记登记 该怎么办 怎么补救呢 交给作恒 好 前面普发的6000元现金 观众朋友您上网去登记了吗 不过在登记之前 记得先把身份证先拿出来对一下 因为呢目前为止呢 要上网登记的话 还是要确认您的身份证尾数的数字号码 我们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在这个登记普发6000元现金的部分呢 其实在第一天是22号 尾数是0跟1的这个族群 可以先上来登记 那第一天就已经破百万人了 而在今天也就是23号 是身份证字号尾数2跟3的朋友 也可以上去登记 24号呢则是4跟5 25号是6跟7 依序26号是8跟9 那么直到是3月27号这一天 才是只要您有符合资格 不管您的身份证尾数数字 是多少都可以呢 拿着这个您的身份证 以及健保卡等等来进行登记 那么其实在这一次呢 到底该怎么发呢 有分几个项目 首先第一个是直接入账的 包含像是老王年金 以及国民年金等等 有九大族群是免登记 就会直接入账的 而另外是登记入账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方式 是从3月22号起 依序分流登记 27号才是全面开放 另外还有是造册的部分 是包含一些屏东 狮子商以及花莲 万荣等地 还有就是ATM 以及邮局的领钱 那么呢要拿到这个话呢 必须等到这个预算 正式编列之后 那ATM的是持提款卡 而邮局的部分拿着身份证 以及您的健保卡好 但是有部分的特定族群 不用上网登记 这6000块就会直接入账了 要继续请教作恒 有包括中低收入户吗 好 这普发的6000 有很多人就问说 中低收入户 它会直接入账吗 告诉您答案是不会的 那原因是因为呢 中低收入户 它是以户作为单位 但是普发现金的对象是个人 所以呢 并没有被纳入直接入账的 那么有一个例外 是中低收的老人生活津贴 因为他们是个人的账户 所以呢 会是直接入账的 另外呢 也带您来看到 如果呢 要这个直接入账的话呢 有几个族群 是劳保年金 以及职保年金 还有国民年金 另外是老农津贴 以及安置而少 农民的退休储金 还有住外的公务人员 身心障碍的补助费 以及中低收入的老人生活津贴 那这几个族群的部分 都是会直接入账的 而也是在这预算生效后的 五个工作天就会入账 但是做很有民众反应 说他想上网登记这个六千块的 转住账号 结果找不到找错了 怎么回事 好 很多人呢 可能想要确定一下 自己知道的资讯是不是对的 所以呢 在申请这六千元的现金的时候呢 会想要先上网搜寻一下 就点进去之后 看到说有两个网站都好像哦 而且呢 看起来都像是政府单位的网站 所以很多人就有一点疑惑 说是不是有被冒用呢 其实跟大家说 这两个网站都是对的 主要呢 分别在于说 一个是用来登记的 如果您看到 他的这个网址后面有一个 这个六千点 gov.tw的话 他就是登记的 另外一个是用来宣导的 会加一个pro的部分 那么呢 当然呢 这两个呢 其实也会互通 也就是希望说 可以有分流的效果 那也要注意说 有一些盛防诈骗的情形 要注意说结尾呢 没有点com 而且呢 也没有简讯 跟没有通知 叫你去领钱登录 再来也不会来电 要求转账 当然如果呢 有接到可疑的来电的话 也记得要来拨打 165反诈骗转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